这一刻轻轻轻的抱着我 在哼那首我喜欢的歌 可惜远方注定这样的结果 不是谁的错 不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 像雨中的花慢慢飘落 最后老去枯萎 只有寂寞 静静的陪着我 有点舍不得 心里好难过 眼中的泪悄悄的滑落 有点舍不得 过去那个我 只会傻傻的笑听你说 有点舍不得 心里好难过 孤单的夜我 不处闪落 有点舍不得 过去你和我 一起去看花开花楼 一起去看 花开花楼 我只有一种信念撑着我 我就是要活着 我要活着 我要活着成为上海滩的天 我做到了 我现在能够在上海滩 呼风唤雨 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结 我解不开 那就是你 就这么恨我 你知道吗 那个猫捉到老鼠的时候 它不会马上让它死 它会把它玩弄于鼓掌之间 你说猫很老鼠吗 你现在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想的时候看到你在我设计当中 那个痛苦 被折磨 我一种快感 你真正的目的 是要得到谭家 痛家 累至整个无查证 对 你太了解我了 得到整个无查证 对于我来讲 有另外一个意义 那就是一个男人的罪念 只有这样 我才不需此生 既然这样 你一开始就应该毛从指向我 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家人 为什么要这么关心我 我却还相信了你 如果你心里 对我没有愧疚 没有感情 你会轻易相信吗 我承认 我这一生 真正爱过的男人 只有你一个 你的出现 让我冰凉的心 又感受到了温暖 安全 甚至幸福 对 我就是要重新点燃你心里 对我那份绝果跟信任 我要让你在最温暖 最安全 甚至最幸福的时候 我一旁把你推到山岸下 我也要让你尝一尝 当年我是什么样的心 还记得这只针子吗 我一直把他当幸福 这么多年了 我每天对着他念经 找到你的王魁 既然一切因我而弃 那么就在我这儿结束 我只求你 放了我儿子 放过谭家 你要死了 我会把谭家以为平地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我就像你这样子活着 就这样子活着 我要你生不如死 冒作老鼠的游戏 我给你玩一辈子 这笔杖我要一天一天 给你的算下去 你要怎么样 才敢放过谭家 得到谭同梁家 就等于掌控了无查证 你认为我会放吗 就算我放过你 高秋朗大约不会放过你 一旦谭金然的移术 到了高秋朗手上 老鼠你想死 你没脸去死 小姐 我就是想让这样子 求生求死 两不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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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若 你一定要把这个大雁戒了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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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若 来 把这汤要喝了吧 乖 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 你走吧 子若 从小到大 你最凭我的 不管我说什么 你都会去做 我给你带的这种药 对戒严很管用 你听着 我现在就要你凭我的 把大雁戒掉 好好地活下去 好吗 为什么还管我 不恨我吗 我知道这一切 都是因为你爱我 我怎么可能去恨一个爱我的人 子若 你要咬牙扛过这一关 你要做回一件 坚强 美丽的童思若 听到了吗 我把童家拿回来了 你你是担心的 你一节目的 这个人 不看吗 这个人 你十分之后 你出现了 我现在还没有 我自己在乖 是一个人 我和你同家的 烈族烈宗了 还有同家的老爷 可如亦 我对不住你啊 如亦 您别这么说 至少 我曾经当过你们同家的儿媳妇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这也算是我对同家的一点补偿吧 如亦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秋朗哥 你真的相信如亦啊 我只相信自己的判断 觉着如亦说的是实话 但是谭夫人肯缴械投降 这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吗 你再给自己找借口 你是想放了他们 那么 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秋朗哥 你酝酿了这么多年的复仇计划 现在该实现了 你却心软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你不顾会有什么好复仇计划 你不顾虚 而且我查到了所有订购人的名单 其中有一个名字你很熟悉 就是叶海山 好 我知道了 你告诉我 是谁杀了我养父 你怎么突然间问这个 这个电话谁打的 一个知道真相的人 你说 到底是谁杀了我养父 是 是柳叶毒死了你的养父 我们两个情同手组 六爷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这么做 你怎么可能成为他复仇的棋子 他杀了你爹又嫁祸给谭家 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让你帮他复仇 和垄断无查阵 凭什么伤心你 齐大哥 你我同生死这么多年 我早就把你当成了我的亲大哥 六爷心狠手辣 你和我 只不过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 其实你做的很多事情 都让我佩服 我一直想追随的 其实是你 身体所付那么长时间了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我说了你会相信吗 一旦说穿 你和叶子 就真成了仇人 你也不相信 你也不相信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我可以一枪打死我自己 但是 你得知道 你真正的对手是谁 谭家只不过是猎物 你真正的对手和仇人 老师 事先害善 我是阿康 什么事 有两个坏消息告诉您 第一 高丘朗已经知道高江的死 是你干的 你小子谢的地吧 不不不 我对六爷忠心耿耿 怎么可能谢地 其实高丘朗一直不相信你 暗中调查你 而且 他已经知道毒药 是您定高的 你怎么知道 您忘了 您教过我 兵者 果之大事 生死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差 第二件事呢 他已经抛弃了叶子 叶子都摔不住他 看样子他这次真的要反了 六爷 高丘朗的身份已经暴露 现在谭童两家都在盯着他 你指望他把谭家拿下来送给您 恐怕是没希望了 他没用了 而且他现在最恨的人 不是谭夫人 而是您 咋看 你既然打了个电话 他就应该策划好一切了 对吗 来说说你看出来调节是什么 刘云 我说过 我只想做您的成龙快序 动手吧 好 我本将行赵明月 来和明月赵宫区 我我开心 拜托 我 成龙快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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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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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他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不认为他 换来我们的长乡死守 那么我愿意 娘 您回来了 妈 你见过叶海山了 一切的幕后哲职 都是叶海山 那么你也知道高丘朗 就是谭名养了吧 那又怎么样 就算他冠上了谭家的信 也改变不了 他是野种的事实 妈 如果你一直抱有这样的敌意 早晚会两败俱伤 按照父亲的遗嘱 谭家有一半是属于他的 不是一半是全部 对不起 我已经和高丘朗谈过了 三天之内 把谭家的全部家业都给他 他就放弃复仇 你们真是太天真了 他们怎么可能罢手呢 我觉得高丘朗也很可怜 他从小就跟父母分离 连自己的生身母亲 一眼都没见过 他怎么可能不恨我们 如果当年 你能够对朱秋月 对父亲 还有那个孩子 多一点宽容的话 就不会发生今天这一切 就是因为你对朱秋月毫不留情 才会造成这个悲剧的 我会让他母此自相 可是我熬了一辈子 绝不可能输在那野种手里 一海山上我求生求死 就能够依rag 两天不可的 只有何得决一死诈 看吗 来呀坐 真是没想到 如意和谭明凯 那么快就说服你 把谭家给我了 我现在看你 你与之间和朱秋月 还真有几分相似 想当年 他可是茶园里 最美的一朵茶花 所以啊 谭老爷喜欢的是我妈 而不是你 这就是景然悲哀的地方 因为朱秋月 真正迷恋的是高江 你根本不是谭景然的儿子 你是高江和朱秋月的私生子 这个谎话 你从我一出生开始就开始编了 你累不累啊 但是不管你怎么诽谤 你都没有办法改变 我是谭家大少爷这个事实 要不然 你会找我那么多年吗 我说的是实话 你亲生父亲 的确就是高江 你觉得 我会把谭家交给个野种吗 告诉你 谭家我要定 我还要还我母亲一个清白 我的亲人 一根一根的都被你杀了 可你却活着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你的亲人变成匕首 让你一刀一刀地 报仇凌迟之苦 是易海山教你的 我去见过他 我求他爸说 可惜他欲罢不能 那我也绝不退让 谭夫人 那你觉得谭家 该由谁来记者 他是我儿子 谭明凯 高九郎 我花了半辈子 来擦洗你妈和你 带给我的屈首 你以为我会毫无准备吗 我告诉你 你现在看见的不是谭底 谭底在我手上 一旦揭开了 你就会被打回原形 你们的计划 也都会付出流水 真是太巧了 我的手里也有一个谭底 一旦揭开 你也会生不如死 好 那好 我们就在井然 替你妈重建了一栋房子里 做最后的了解 这是我们两个危险危机的地方 那栋房子 我妈在里头葬身祸害 一转一瓦都有她的灵魂 我要她老人家见证 我是怎么给她报仇的 不是见证 是看见 明天下午 我在后山那栋房子等你 我最后一次问你 我最后一次问你 我看见你 我七八十一 我患着你 我 honor你 我上次会 我守护你 我上次埋伏你 你肯定让你 老子 我爸 你肯定了 老子 你或者我们今天 怎么说 我保证我 完全不给我们留活路 我们大家也只好 与死亡活 为了我的孩子 他就会来找和你团聚 夫人 你让下人把柴火堆在院子里 干什么呀 当年我就是没有狠下心 来斩炒族根 才会导致今天后患无求 那么就让他们母子 明天在这相会 夫人 您这是要烧死他们呢 夫人 万万事不得 谋人害命是要杀头的 我以命相给可以 只有这样才能救谭家 夫人 夫人 你不要再说了 我心意已决 如果您让你回来 您是威胁的 不容所为 可怜恿 如果您要没有 就终成全是伤达 是必须的 不容所为 但我们从来 照顾 为旁边 坐屋根 不容不再 不容所为 真正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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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不及 你也不想逃跑 去哪儿 叫这儿 你要找那儿 怎么回事 你就是这儿 你是不是 是帮忙的 如意还没正式拜见过谭家的先祖 可按照谭家的规矩 一定要拜见过列祖列宗 才算是正式的入门 今天就算是补了 娘 少奶奶 这是夫人从心眼里承认你了 行 谭家的列祖列宗 媳妇如意给你们磕头了 请你们保佑谭家平平安安的 如意是我们谭家明媒正式的媳妇 谁要是对她不敬 我绝不信了 从今以后 她的话 就是我的话 娘 您这是怎么了 您才是谭家的女主人 我老了 不可能陪着你们一辈子的 如意 这段时间里 我对你有很多无论 你别埋怨我 我怎么会埋怨您呢 你最大的责任 就是好好把孩子上下来 以后明凯和这个家 都交给你了 妈 你今天怎么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们 没什么 我是乔治如意 对你 对这个家的一分情 乔治谭家有好 高兴 几十年了 我这颗心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踏实 孩子 可不可以好好地叫我 医生娘 娘 我这颗心 好 我这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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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这颗心 我这颗心 是 大哥 昨天深夜 看家的人 在别墅里放满了干产 还浇上了煤油 他这谁要烧死我 就像当年他烧死我母亲一样 干脆我们就借这把火 把如意也给烧死 你就成为谭家唯一的继承人 不信 如意的肚子里头还有孩子呢 所以才要斩草除根呢 你想这把火是谭夫人自己点的 把如意烧死之后 再告诉谭夫人 如意才是他的亲生女儿 他就会生不如死 大哥 你就别犹豫了 你忘了刘爷说的话 你对手慢一步 投胎转世的就是你自己 我知道你的手不想沾了血 可谭夫人不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你应该当机立断 大哥 现在是生死关头 我不知道你脑袋里在想什么 你到底想不想复仇 就算他太阳了 你走 你快点 喝一杯 你走 快点 我来 你走 看你 大小姐 你赶紧劝劝大哥 他的事我管不了 听我说 这一次你必须得管 谭夫人约他去后山别墅见面 他想斩棘 一把火把谭夫人烧死 什么 时间紧迫 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赶紧去通知如意 一定要让他们拦住谭夫人 这里是所有的契约跟财产 请你交给高丘朗 那如果谭夫人发现你背着他 把这一切给了高丘朗 你怎么解释 没事的 有我在 我决定把家 交给我爸另外一个儿子 谭家查员还是请谭 就算我妈以后怪我恨我 我也不会后悔 如意 怎么了 谭夫人和邱朗哥今天中午约好 在你们家后山的别墅见面 你们一定要拦住谭夫人 千万别让他去 为什么 因为邱朗哥想一把火烧死谭夫人 为他母亲报仇 什么 如意 你去拦住我妈 我找高丘朗 敏凯 还是你去拦住妈 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老五 我们走 如意 如意 叶子 麻烦你告诉高丘朗 我决定把所有东西都让给他 让他不要再杀害任何人 好 大哥啊 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的手下已经看见 如意上了后山 对不起了 如意 我的好妹妹 你上天堂 我下地狱 你们是故意 让我放出消息 就是为了 把如意引上山 你们要烧死的人 根本不是谭夫人 是如意 哥 明凯和如意 已经把整个谭家 都给你了 你为什么 还要赶尽杀绝 是他们想要 把大哥赶尽杀绝 是不是我爸 让你这么做的 你别给我提他 哥 我求求你了 你别这样 现在停手还来得及 这是我们之间 最后的机会 否则 一切就不得了 你就会永远失去我 我已经永远失去你了 燕子 有些事实 让我两个 永远不可能在一起 你知道吗 哥 不管今天发生什么 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去的 不能带走 燕子 永别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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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给我 老五 你拉着车去后门等我 无论是谁 一定要阻止他们 好 你小心 好 好 你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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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兰哥 如果你再犹豫的话 会遗憾众生的 喂 走 跟我走 我带你走 快 走 走 你进了 我进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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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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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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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我压根没打算去见他 你是要准备 把他烧死在那里 就像你当年一把火烧死朱秋月一样 对不对 少爷 夫人只是想烧房子 朱秋月是自己跑进去的 可现在是我的母亲跟我大哥 在互相残杀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儿子 我现在可以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奉行脸床之前 把一份遗书藏在一栋房子里 他要把谭家留给朱秋月那个野种 如果高就让找到遗书 你和如意就是被扫地出门 我只能让那个野种和遗书 彻底消失 我要你 为了如意 还是为了我那个还没出生的孙子 我必须这么做 但你是靠剥夺别人的性命 把谭家留给我们的 你放心 和我肯定还得来 你不太知道 你也不太知道 你不太知道 我肯定还得来 我去拿去 你不太知道 我肯定还得来 跟您一样活在噩梦里面 当我们的孩子长大了 想要追寻过去 我们会像您一样 用尽所有办法去掩盖事实 但事实是无法掩盖的 等他发现一切 这个家会让他感到恐惧 感到耻辱 我已经让叶子去通知高丘朗 不管您愿不愿意 我跟如意都会让高丘朗 名正言顺地接手谈家 妈 当你看到如意 对这个家的那份心 您就会明白 他是一直用尽全力 用尽所有的爱和宽容 想要去化解所有所有的仇恨 他这样做 才是真的想要 给我们和孩子一个平静而安静的生活 若一呢 大人在哪儿 我不知道 当他听到叶子说 说高丘朗要把你烧死的时候 他就冲出去不知去哪里了 没有人 没有人 打 我 不 我不 不 怎么 讓你們失望了 丘朗 你聽我說 你聽我說 班夫人 那把火我替你點了 真是可惜啊 你不在裡頭 靠丘朗 我兒子你說服我放過你了 你為什麼還要點那把火 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麼 我當然知道 但是 難道你們不想知道 如意在什麼地方 如意在你手裡 兄弟 哥哥這次 對不起 如意在哪裡 如意在哪裡 說 靈凱 別著急 我會告訴你 如意在哪兒的 但是我現在要告訴你 如意到底是誰 高先生 如意是你母親的女兒 作詞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闭上了眼睛 聽風在呼吸 仿佛昨天在演起 从不曾离去 思念在逃离 回忆那么清晰 恍然之后才发现 赢了世界却丢了自己 是我错过了你 迷雾遮住了眼睛 落花时间虽然那么美丽 下一秒却不见踪影 是我错过了你 凡事无力看风景 若听言语中聚散和分离 我把幸福留在眼底 是我错过了你 迷雾遮住了眼睛 落花时间虽然那么美丽 下一秒却不见踪影 是我错过了你 乱世无力看风景 若听言语中聚散和分离 我把幸福留在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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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怎么被我们的功能 我把幸福留在眼底 我把幸福留在咖啡内 我把幸福留在眼底 我们来听见